前端程序员想做游戏开发的话 从便利性上来讲 Unity又胜一筹 因为Unity有UI2K 基本算是啪的一声 擦在前端程序开发者脸上的馅饼 以下简称UT 它是Unity多年前就推出的新的UI开发系统 现有的Unity UI系统虽然很强大 但是因为晦涩 经常令人懊恼 所以熟练掌握会相当耗时 UT的话既轻便又高效 之所以一推出就广受关注 因为它采用的是 你看就知道了 这个代码熟悉吗 你若是前端程序员 肯定会熟悉这个朝时晚时三 都在使用的代码段 它不是开发H5页面的CSS 而是Unity多年前提出的 现在终于开始成熟的USS 聪明的你肯定也猜到了 不错 对应HTML CSS JS组合 Unity有U XML USS C Sharp 基本上你只要熟悉前端开发的知识 那看这些什么USS之类的 就是小儿科了 现阶段 UT还不支持CSS动画 像Animation Keyframe 但是官方已经说 在后面的版本会支持 暂时可以用CSS的Transition 或常规的Unity UI 顺便说一下 新版Unity的界面 就是用的UT 你随便选一个面板 右上角菜单下 选Debug按钮 进入开发者模式 你看这个界面 是不是一下有了 使用浏览器测试开发 外部页面的感觉了 我之所以现在才开始用UT 因为之前有很大局限性 现在页已成熟的它 无论是用在游戏中 还是开发Unity编辑器插件 都很方便 这也方便AI的介入 之前的UI系统 AI根本没办法快速代码化 所以现在可以直接让AI 用UI2Ket生成界面了 我最近做的这个 快速查看更改游戏角色的编辑器 就是使用UT 配合C Sharp开发的 当然UI2Ket也有可视化工具 使用UI Builder的话 不需要手写UXML 还有USS来构图 像Flexbox这种前端开发 常遇到的概念 在理解了的基础上 使用UI Builder会更轻松 有种浸泡在降维打击的 快乐源泉里的感觉 当然对于前端开发而言 这些通过界面进行数据双向绑定 之类老生常谈的东西 都是可以直接改代码 界面和代码间 也是可以无缝切换 使用编辑器还是写代码 纯属看心情 对就是这种 我都行 基于自信的轻描淡写的 泰然自若 给了前端程序员 一个转为游戏开发者的插队契机 官方已经出了十分详细的免费翻例 以及十分详细的PDF文档教程 可以说是极其专业了 哎就像我开头叹气那样 就说明文档教程这一点来看 所有游戏引擎里还是Unity做的最好 Unity引擎绝对是好的引擎 Unity公司的名声绝对比不上自家的产品 就像一个人人品不好 可他能力实在令人心服 外加那些人品好的真做事的时候 实在要事倍功半 所以这也是Unity无论在国内国外 总是有底气搞事情的根本原因 不知道Unreal Goodout有没有 类似HTML CSS的UI编辑功能 有的话请分享一下 下次见